谢谢 瞧不起我 有我在还需要大师吗 我已经替你做过法了 就是因为你 所以才回来 整反了 这是 不是我磨叨 说你正经的 好 我这就救你啊 给你倒个喜 倒什么喜 有什么可喜的 是 从公司打地震 工匠了一个大宝斯 姐 其实这花领导在我们外 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老领导任期到了 新领导过来 没什么问题的 再说 你看总部天高皇帝远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这可是天大的事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整个PA机要变天了 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严重了 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自从这个大贝斯上任以来 总部的高层几乎是换了个变啊 好像是有这个情况 不过就像您说的一样 新冠上任三把火 我看换的也都是总部的人 跟我们实在没什么关系 那是因为还没顾上 提拔的人从哪儿来啊 还不是从你们这些 中间力量当中选出来的 并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这次提上去的高层 都是从业务部门上去的 你那又怎么样 说明新上任的这位大贝斯 对手下干将的偏好 不再是管理型的 而是业务型的 咱们公司是业务能力最强了 这个关键时刻来这么一出 我这个总裁的位置 真是岌岌可危啊 那怎么办呀 我们努力那么久 又让他们捡了便宜 我现在烦得很 我没有心思 只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再说了 那个 丽卡不是默认 温丽丽是她的接班人吗 默认怎么了 默认什么意思 默认就是没有明确的意见 她说你张公卿不能做总裁 总裁了吗 再说了 她是我们的前任 她说的话只能参考 人事裁定 必须是总公司领导来定 也就是说 您大有前途 我再说一次 总裁这个位置 我没兴趣 你想争取 我支持你 那不要扯上我 我现在烦着呢 不要再指我 别再 别再指我 李丽丽 你眼前的情况 对我们很不利啊 你放心 我这个代理总裁 可不是白当的 我这次倒要让上面 知道知道 我温丽丽 能不能干业务 喂 你好 咋呗 我是张洪欣的前妻 陈晓菱 我们之前见过的 您回国了 韩萱的话就免了吧 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 你下来一趟吧 有些事咱们得当面聊聊 好啊 那你稍等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找我有什么事吗 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我就不管玩抹角了 我们家洪欣是借了不少钱给你吧 这是我和她的事情 据我所知 你借钱是为了帮你前夫还债 你前夫的事 应该跟洪欣没有什么关系吧 陈小姐 这件事就没必要给你解释 你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是吗 这是洪欣家的钥匙 不 准确的应该说是我们家的钥匙 你说我们家的钱 你有必要跟我解释一下吧 你的事呢 洪欣跟我打过招呼了 我先走了 梅阳 你怎么又来了 那个事我想找你再商量一下 我不给你做假证的 不是 怎么说做假证的 医院开的证明 千真万确的呀 而且这个事对你也有好处啊 懒得跟你在这儿废话 不是 梅阳 这事真的对你有好处 你想啊 你为我的事情 欠了张洪欣这么多钱 他要哪天跟你翻脸了 那你跟儿子不得露出街头啊 夏凡 你是不是以为 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是混蛋 不是 我是替你未雨绸缪好吗 你只要说两句话 张洪欣钱就来了 你欠的债也还清了 我还能有钱 这不双赢吗 这不挺好的嘛 你到底是人吗 当初人家帮你还钱 让你免催坐牢 你倒好 现在反过来敲诈别人 你有没有良心啊 不是 梅阳 当时人家是为了追你 才帮我的好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送你四个字 道德败坏 这懒在跟你说 关梅阳等等 咱们这件事还没聊清楚呢 你着急走什么呀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 你就是关梅阳的前夫啊 你就是关梅阳的前夫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们家洪欣那钱 就是借给你的呀 我们家洪欣那钱 也没什么别的事 我们就想把钱要回来 不是 你谁啊 我这前妻啊 不是 你谁啊 我这前妻啊 别 别 别 这钱你别管我要 我先准备告她呢 我先准备告她呢 所以回头谁出钱 还不知道呢 告好她 为什么呀 她顾兄打我 我先二级伤残 为什么呀 你先二级伤残 真的有意思吗 你仆子还对吗 来 说话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不着 你给我把冠美洋叫下来 我跟他聊 我凭什么帮你家冠美洋啊 你使唤得找我吗 是阿仁常定欠账还钱 天经地义的事 你欠我钱呢 行啊 你跟张红星说去这句话 你告诉他 我们法庭上见 这是什么事 两个人